音樂 音樂 各位同層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劉璃欣 我今天開始又可以 不戴口罩 然後來跟大家解盤了 雖然我本來今天 挑了一個黃色的口罩 這個剛好符合 大家知道這個烏克蘭對不對 烏克蘭跟這個 烏克蘭的一個國旗的顏色 黃色跟藍色 他們這一次能撐這麼久啊 真的是還算蠻厲害的 而且呢 現在看起來啊 看起來這個 普丁很可能是起舞難下 有人認為會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其實我認為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啊 對不對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當然呢就算真的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認為啊 你放現金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你放現金有什麼用 投資朋友 我今天標題叫什麼 叫輕鬆賺 你今天看到這檔股票 它叫長榮 沒有錯吧 如假包換的長榮 我講長榮幹嘛 我現在應該是全市場 最有資格跟你講長榮的人 對不對 雖然我不是買到波段最低點 但是我買到相對低點 我買到10月份啊 對不對 修正完後的第一根紅K 而且是實體的喔 沒有下影線喔 沒有上影線喔 我買到10月份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不對 10月25日吧 對不對 等一下來看就知道 我把日期存下來 就這一根紅K 就是這天 投資朋友 就這一根 有上影線啦 不好意思 就這一天 對不對 如假包換 輕鬆賺 投資朋友 沒有 我也剛好看到 我的這個 USB裡面有這個東西 當初告訴你 我們要救苦救難的 我幫你做到了 說到做到 對不對 而且我還用航海 用航海王 搶救你們這些航海王 我很希望啊 你都有賺到 你沒有賺到 我也沒有辦法了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賺到 我也沒有辦法了 我講得這麼明白 都告訴你去撿屍 只是你還做不到 那我有什麼辦法 尤其這幾天 我說真的 我們放了三天假 對不對 有不少人 在我的粉絲頁 甚至在Light 8 還有人問啊 對不對 Telegram沒辦法 一對一對話嘛 那現在有一個新的辦法 沒錯 那一堆人在問問什麼 問上個禮拜的東西 奇怪了 我說真的 有人花錢看了一個 那麼大的廣告 告訴你傳票去換機票 你就要信他嗎 還一直問我這種東西 我說真的 我已經 我是不好意思把名字講出來 對不對 我都已經跟你講 那個是買廣告的 你不相信啊 我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陪那一些白癡 不好意思 你為什麼要陪那一些 頭腦有問題的人 放棄這個大好行情 我請問你 因為看到戰爭 因為怎麼樣 因為怎麼樣 投資朋友 你們的因為太多了 你們乾脆不要賺錢好了 看到惡務戰爭 有人跟我說他想要坐飛機到 對不對 去買護照幹嘛的 我說真的啦 你自己沒有飛機的 你也坐不出去啦 你放心好了 對不對 你放心好了 而且也沒有那麼嚴重嘛 好不好 對不對 沒有錯啊 這些東西你看了 這兩天這三天 你會不會看了覺得心情很煩 你就不要看嘛 你可以改看NBA啊 對不對 你可以改追韓劇啊 都可以的 好不好 對不對 俄國金融海嘯一觸即發 歐洲央行啊 說俄國最大銀行的子行 恐怕倒閉 哇 好可怕喔 對不對 好可怕喔 對不對 俄國又進賣股 所以呢 投信 判客戶延後贖回 整個的 整個的一個金融機構 一共破險 2179億 其實 買俄國基金的很少 我這邊看了一下 對不對 才500億而已 這邊有寫嘛 552億啊 金內外基金才買550億 那保險業投資 俄羅斯1380億 包括國泰富邦跟星光嘛 對不對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我為什麼要跟著你們這些人 一起去買金融股 我根本不要好不好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的嘛 我念什麼的 政大會計系 政大會計 研究所 我都不見得看得懂 壽險的財報寫什麼了 太複雜了 對不對 給專業的看就好了 那我幹嘛去買這些東西呢 沒有錯啊 每個人都知道 他們一月份賣了很多股票 但是那又怎麼樣 我請問你 他有把星星賣下來嗎 沒有啊 對不對 他有把長榮賣下來嗎 也沒有嘛 對不對 都沒有 甚至能賣出那種好的低點讓我們買 什麼 群聯 不就這樣子嗎 有什麼難得 我請問你 一堆啦 給大家看 我特別框起來 對不對 保險業投資了1380而已 說真的 這個都是很少數 極少數啊 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你心裡面會有影響吧 我請問你 如果你今天持有的股票 叫做星光金 會不會心裡覺得很毛 對不對 我會啊 我毛的不得了 還好我沒有持有星光金 對不對 我從來都不建議你這種買這種 金融類股的 投資朋友 我給大家看就好 我懶得多講了 對不對 哇 減多 2179嘛 我一早就看到了 2179 你說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啦 你閒得沒事去買俄國的東西幹嘛 你崇拜普丁嗎 對不對 不一定啦 有些人真的崇拜普丁 今天下午 等一下我要錄的 專題講座 對不對 俄烏戰爭的影響 其中一個東西叫什麼 SWIFT 對不對 沒錯嘛 SWIFT 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果嚴重一點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的 對不對 其實這些都有一個探討 在我們今天專題講座裡面 還有包括 最新的巴菲特公開信 其實它裡面強調了一點 我也知道啊 不要做空美國 這我都知道 另外巴菲特在去年的操作績效 超過SP500 其實是為了什麼 其實為什麼你知道嗎 同志朋友 我在我們下午的專題講座裡面 來告訴你為什麼 好不好 他們去 他們前年啊 輸給SP500輸了非常的多 人家報酬率雙位數 它只有個位數而已 你也知道 因為它在低檔 它的地板架把航空股砍掉了 對不對 換了很多股票都不太對 其實說真的 他們去年換的股票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對或錯的 對不對 它應該全力加碼蘋果嘛 那就好了啊 對不對 那就好啦 如果它前年全力加碼Facebook 現在叫Meta 就算現在跌了三成它也是大賺啦 這個東西我們在今天下午的專題講座 稍微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好不好 對不對 這都是上禮拜的新聞了嘛 海運緊張貨櫃運價將暴漲 今天一早就有朋友問我 誒誒誒 不一樣啊不一樣 你看你看 S.C.F.I. 上海的集中箱指數 連六疊 很緊張耶 我今天早上負責非凡開盤的眼線 我直接開中明義跟你點出長榮 對不對 高值利率法人預估要配20元現金 如果不是20元不要怪我 你去怪法人 我是照超念的 一家公司要配20元現金 現在股價一百四十幾塊 該不該買 投資朋友 前幾天啦 上禮拜五 對不對 南貿不是要配很多現金嗎 值利率百分之九都漲停板了 那如果值利率百分之十幾的呢 是不是更應該漲 你懂了沒 更應該漲啊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沒有錯吧 給你看就好了嘛 我管你S.C.F.I.跌多少 現在其實跟去年的 對不對 去年同期比起來都是相對的高點 跌跌一點點漲都漲一大堆 對不對 那今天當然有這種即時的事情叫什麼 有15%的傳源是來自烏爾 現在麻煩了 現在麻煩了 對不對 全球貨櫃 對不對 貨櫃運費 易漲難跌 現在麻煩了 好不好 現在麻煩了 對不對 我今天的研究日誌告訴你 我說長榮盤中150億元再創新高 我想到去年10月的時候啊 有很多人含淚志工 大家知道嘛 揮劍志工要練神功 那種揮劍 含淚志工啊 那個場景啊 真的是令人難過 那時候很多投資朋友很可憐 對不對 有人是第一次做股票的 對不對 沒辦法 我也跟大家講嘛 他們買了很多廣告 就像現在 我的朋友 還有包括我的會員都會問我 那廣告裡面寫說什麼 趕快把船票賣掉 貨櫃 貨櫃 什麼貨櫃已經 已經over什麼的 我說你看拜託耶 你跟著那些傻蛋 不好意思 人生攻擊了 對不對 你跟著那些頭腦有問題的人 難怪你賺不到錢嘛 對不對 我請問你 王力宏幹嘛了 對不對 我今天來看一下王力宏 這新聞寫的啊 你去看三立新聞嘛 對不對 王力宏 你去看一看 我請問大家 103到380塊了 對不對 那個什麼 魷魚遊戲 請問你哪一檔長的啊 不只這些嘛 對不對 還有那個什麼 大送王朝 是你送還是我送 對不對 強茂 我請問你 你跟這些人做 你賺不到錢很正常 好不好 你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我沒有在笑你們 好不好 我說我的專長 其實不是檢師耶 是剛好有這種機會嘛 在兵荒馬亂當中 殺出一條血路來 用成長股跟價值股 來對抗什麼 通膨跟戰爭 這是我不變的策略 別人那麼拚命在買金融股 一堆人去買國泰金 富邦金 都去買了 今年一月份 你自己問你這分析師 我們可是一張都沒有買 我還告訴你 我不買這些股票 我買成長股就好了 好不好 你去看看 我用紅色圈圈起來的 這是我第一次下去就長榮 120到150 你都要記得對不對 第二次下去就長榮 9394到今天151 我告訴你 你就千萬不要讓它突破233 不然的話你們會怎麼樣 你們會吐血 我跟你講 我很擔心這件事情啦 你砍在100元以下的 你砍在890元的 你真的會吐出來 那說那如果不到233怎麼辦 沒差啊 我們就怎麼樣 輕鬆賺嘛 我本來標題要寫躺著賺 但是我怕大家以我們在做特種行業 不好意思 對不對 所以寫輕鬆賺 沒有躺著賺喔 沒有躺著賺 不要誤會了 不要誤會了 投資朋友 都給你看過啦 10月25日嘛 這一次93到151 對不對 93到151 當天最低88.2 對不對 上次120到150 你把它加一加 投資朋友 目前87% 在13%我們就可以錯一倍了 股票這麼好賺 你錯了 股票沒那麼好賺啊 那是我們在做耶 日月光這種大牛股都做一倍了 投資朋友 請你回去看看 我說真的 我看到日月光的財報 我覺得 好可惜 已經沒有日月光了 但是想一想 我一點都不可惜啊 日月光本破亂最高130耶 133塊 我們至少賣到120塊 11級到12級 賣光了 後面財報公布完又怎麼樣 你繼續漲吧 對不對 你繼續漲啊 我就沒有再看它了 好不好 我就沒有再看它了 長榮 對不對 這些內容我就不想講了啦 給你看就好了 好不好 給你看就好了 9394嘛 搖迷才是992嘛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沒有錯嘛 我這一波還帶會員加碼在1月中耶 投資朋友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請問你有沒有賺到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從今天開始 就像我當初講的一樣 投資朋友 你有看到 對不對 這是我在那個時候啊 這是去年的時候 我要搶救航海王跟面板王 面板王你們繼續玩吧 我實在沒什麼興趣 對不對 這是現在 投資朋友 再給大家一次棄案投名的機會 吸收會期 限時專案 我希望你真的 放下一切嘛 對不對 沒賺錢的 尤其是沒賺錢的人 你有別人會期的 你來投靠我們 好不好 你來投靠我們 這種棄案投名的吸收會期狀態 我們一年只做一次 沒有錯吧 一年只做一次而已啦 這一次我用在這個月 這個月三月份 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尤其是長榮 對不對 真的好好想一想 去年十月份 你要抬家勞會勞敵的時候 殺到初學啊 你還相信那些王老神啊 你不利用這個機會 投資朋友 我們限時專案 我吸收你的會期 讓你棄案投名 讓你有機會 好不好 讓你有機會 好不好 然後然後面我們 講點馬後炮的話 後續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了 我真的很不以為然 這種說法 你知道嗎 這上個禮拜上書大人 他寫的新聞 他說張國華領軍時代來了 講完不到一個禮拜打臉 砰 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講 其實我當初對這個新聞 就跟大家講過了 張榮發 他是要把長榮集團 給張國偉的 不是要給張 張國華 不然你給張總華好了 對不對 是要立總經理嘛 他是要給張國華 對不對 他是要給張國偉的啦 不好意思 他這樣 哇哇哇哇 大時代來了 投資朋友 你航海王喔 結果呢 投資朋友來了 打臉的來了 張國偉去聯合什麼 聯合弟弟 對不對 大哥張國華嘛 二弟是什麼 張國正還什麼的 我們搞不清楚 對不對 聯合弟弟派 長榮經營權之爭 全面引爆 現在把當初派的 董事長 總經理要把他拉下來了 投資朋友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覺得呢 這寫的啊 海運是重中之重啊 你再看一看 哇 張總華地下有資 哎呀 天上也會笑啊 馬上打臉 馬上打臉 有時候覺得很開心在哪裡 還好我們家沒有很有錢 對不對 你看有錢的人 大家爭的你死我活 明明爸爸說 給弟弟繼承這個事業 哥哥就 買送 一開始怎麼樣 大哥聯合二哥去欺負三弟 對不對 這三弟毛也不知道 不知道幾弟啊 反正 對不對 下來怎麼樣 合眾聯合事情 要把大哥給拉下來 我看張榮發天上是會笑還是會哭 我不知道 我們不要優如先人 他 張榮發是個好人 真的 他們朝中經營待遇真的不錯 我在 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學長 我學長的老婆 就在長榮工作 他說待遇不錯 我還記得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待遇一直不錯 你看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已經20年前了 20多年前了 現在都民國幾年了 對不對 現在2022年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1998 好久了 真的非常久了 好不好 這次我們不要扯太久 反正長榮 對不對 反正就是要告訴大家棄案投名 把握機會 限時專案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再來是ABF 今天有人問我說 今天 景碩只打了 一小時好球 那又怎麼樣 你是只看一天了嗎 有人今天開盤叫你去買景碩嗎 可能有 但那不是我 今年2月份一開始 對不對 對不對 新春一開紅盤開始 景碩在200元以下 你怎麼不買 星星不也是嗎 125元你怎麼不買 我請問你 對不對 星星到現在 我們波段賺了一倍之後 暫時休息一下 也好啦 好不好 也好 對不對 上個禮拜 欸 台北股市嚇到咪咪咪咪 它都沒嚇 還躲了一天 上禮拜大家記不記得 那天也是跌了幾百點啊 他剛躲過那天關門 上禮拜四 台北股市跌了四百點 對不對 禮拜四嘛 跌四百多點 我記得我盤中 我們去錄那個 股市周報 旁邊是柯舍 柯夢聰 柯舍 他說哇 寫四百點了 星星也沒跌到啊 投資朋友 真的是怎麼樣 真英雄 我跟大家講嘛 上禮拜的真英雄 就是星星跟什麼 跟雙紅嘛 對不對 這兩隻就是真英雄嘛 這禮拜怎麼樣 他補跌回來 也還好啦 別人上個星期 摔得鼻青臉腫 台積電都摔到鼻青臉腫了 給他們有一點機會怎麼樣 補跌嘛 好不好 南電在這個禮拜五啊 公布完財報了 去年獲利創新高 非常不錯 對不對 賺了16.38元 要配期10元 今年繼續成長 好不好 鎖定ABF的強勁需求 南電積極擴產 2024年要投資多少 要到明年要投資400億元哦 樹林廠跟昆山廠為兩大主流進行擴充 樹林廠 ABF載板 第一期跟第二期擴建 2023年、2024年第一季投產 對不對 昆山廠的ABF載板第二期擴建 2023年第一季投產 今年22年 今年22年嘛 對不對 投資朋友 然後呢 預估2024年載板產能 會比2020年增加70% 投資朋友 我也跟大家講嘛 事實上也不只南電啦 景碩 到今年年終啊 它就從1800萬顆 變成2500萬顆了 好像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我建議數字沒有拿出來 就這樣子啊 這麼簡單 為什麼 它前途一片光明嘛 對不對 它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它享有高本益比 但是我沒有叫你這時候再去追南電 我沒有叫你這時候再去追南 星星或者是什麼 或者景碩 對不對 我沒有這樣叫你哦 當初南電大家不要忘記了 感謝統一投信啊 什麼孫明成還什麼那些人嘛 對不對 烏魯木齊嘛 對不對 他們就烏魯木齊弄一弄 結果出事情了 被抓了 當天南電一根大黑K 我想說不買白不買 一買 全部都成交了 天啊 收最低 一百七十幾塊 轉眼之間最高630 現在還有530、540啊 今天我 做多少 對不對 今天最高有550啊 539 不錯 對不對 不錯 好不好 不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樣 比較厚cover的 大膜 對不對 他略微調高 從650到670 OK啦 650條670 OK啦 人家都能看1,150元了 他說怎麼樣 第四季 BIT 對不對 第四季的一個獲利啊 擊敗預期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GM嘛 就是毛利率 對不對 毛利率也不錯 都不錯 然後呢 這個呢 看到這個2022年呢 它持續的 還是很好的一個成長 不管是ABF或BTE的一個載版部分 大概是如此嘛 所以怎麼樣 他把他的目標價提高嘛 用25倍 25倍 用25元乘22倍本益比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是告訴大家 他們認為啊 重申買進 overweight 好不好 overweight 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看這個就好了嘛 ABF載版 2020到2025要成長10倍 所以這一家 對不對 這一家 外資公司 他就把星星直接看到500去了嘛 像這樣多好 去年10月就跟你出報告嘛 不是很開心嗎 對不對 不是很開心嗎 不用修正價格 反正 等到500再說嘛 會不會到 我們不知道啦 好不好 這都是我上禮拜告訴你的 股票就是如此嘛 踏對腳步 對不對 低買 高賣 很簡單啊 都跟大家講過 上個月 不好操作啊 你看動不動跌個400點 對不對 但是你要抓對股票嘛 高值利率什麼 貨櫃 驅動IC 對不對 還有包括什麼 群聯 本益比才9倍 跌到400 3、420 你幹嘛不買 我不懂啊 投資朋友 老闆是怎麼樣 他具有那種推背圖的實力啊 他能夠預言還能算命 我跟你講 你跟人家算命呢 今年11月中他就跟你說 公內的缺貨 對不對 人家跟你說啊 人家還買股票給你看 投資朋友 他買股票給你看 對不對 去年他買股票給你看的還有誰 雙鴻啊 對不對 林育申董事長是不是買股票給你看 買了1000多張耶 那 潘執行長是買200張啦 買比較少一點 但是也買給你看了 好不好 再買給你看 最後一點 技嘉嘛 這種比較溫的股票 對不對 這種比較溫的股票 OK的啦 好不好 他今天講伺服器 事實上 板卡部分也是會有成長的嘛 好不好 瑞迪 今天是沒什麼漲 但今天漲什麼 今天漲的股票叫什麼 投資朋友 叫聯勇 我今天早上開盤的時候 特別拿到聯勇來分析 為什麼 我說大摩又出了報告 又在重申DDI不好 大摩已經看空DDI 看空了超過半年以上了 應該是去年6月開始看空了 已經9個月了 之前看 聯勇看到414 後來看到313 他現在講話已經完全沒有信用了 你知道嗎 同一位分析師 新唐看到200多塊去 也沒有到啊 對不對 不過的確沒有錯 當初他點個180 150 還真的往上走 但現在呢 他一直重申200塊 有什麼用 就不會到嘛 然後一直告訴你 對不對 DDI 313 走下坡 投資朋友 聯勇他有本身的價值好不好 他有本身的價值 就他一直這樣弄人家 對不對 一直這樣弄人家 我說真的啦 聯勇的 去年賺了六十幾塊吧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不對 去年賺六十幾塊吧 我這邊沒有數字 對不對 一直K一直K 你講了什麼 你講了大 講那麼久了 313也沒有到啊 跌到有價值的時候 自然會有人下去減嘛 這麼簡單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特別為了長榮 因為長榮151了 對不對 會不會突破233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希望他會過 但是過與不過 對我來講何妨呢 對不對 沒有差啦 我們已經怎麼樣 利於不敗之地 而且 賺很多的時候 我說真的 輕鬆賺 蠻像些躺著賺啦 但是怕人家誤會我們是特種行業 不要搞錯了 就是輕鬆賺 對不對 棄案投名 我吸收你不賺錢的會期 不好意思 我打三個字叫不賺錢 不過沒有關係 你賺錢會期來也沒關係啦 對不對 我吸收大家不賺錢的會期 而且現實 現實專案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過去的 交易當中 對不對 過去的一年 過去兩年 過去三年都一樣 尤其你跟錯分析師的 趕快把握機會 跟著我們 對不對 跟著我們踏對腳步 對不對 棄案投名 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一旦 那裏 搭曰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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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